全民防衛動員法 叫高中生一起來參加 這就是民進黨的方式 備戰才能避戰 你不要呼嚨這些家長 不要呼嚨台灣老百姓說 沒事啦 你就跟台灣老百姓講清楚 我們要面對的是什麼 我們要捍衛自己的國家尊嚴 那我們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你不要騙台灣老百姓 我們可以和平的獨立 你不要騙這些人 尤其是騙這些年輕人 騙這些高中生 會死人的 打仗不是開玩笑 不是兒戲 他隨時演習 有可能轉成正式的軍事行動 那這一些跟你簽什麼志願書的 什麼四十萬民兵 隨時就真的要上了 你真的不要騙老百姓 如果大家覺得OK 那鼻子摸一摸 LP捏一捏 認了 把他爛命一條嘛 誰叫我生是台灣人 死是台灣魂 好不好一起來吧 政府官員就是譴責 解放軍無視我們的善意 你壞壞 你不好 然後如果這個國內 台灣內部有哪一個在野黨的 不一起加入罵這個 共產黨 罵解放軍 你就是在地協力者 你就是不愛台灣 你就是舔共 所以你要硬起來罵 啊就是反正出一張嘴啦 反正就出一張嘴罵 罵罵罵罵罵罵 罵你就最勇敢最厲害 實際的方式一點也沒有啊 好 來現在拿出一些方法 什麼方法 40万民兵啦 大家一起啦 全民防卫动员法 叫高中生一起来参加 这就是民进党的方式 备战才能避战 好不好 这种方式台湾人 你觉得可以吗 你OK就接受 好不好 我讲真的 你们不喜欢 这种九二共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不要我不喜欢中国 那你就接受 今天就是准备 两岸就是来硬碰硬 不要 今天民进党可以 如果你要带领台湾老百姓 走上这一条路 麻烦你讲得清清楚楚 你不要呼隆这些家长 不要呼隆台湾老百姓说 没事啦 你就跟台湾老百姓讲清楚 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 我们要捍卫自己的国家尊严 那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你不要骗台湾老百姓 我们可以和平的独立 好不好 我们大家可以不用打仗 台湾跟中国就一边一国了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 大家就一边一国 就没事啦 不用打仗 放心啦 你不要骗老百姓 好不好 如果今天你真的要带台湾走向这个什么台独华独 whatsoever独的这种道路 麻烦你告诉台湾老百姓 你接下来要面对的风险是什么 好不好 如果大家觉得OK 那鼻子摸一摸 这个叫什么LP捏一捏认了好不好 好不好 反正烂命一条嘛 谁叫我生是台湾人死是台湾魂 好不好一起来吧 就这样 但是你不要骗这些人 尤其是骗这些年轻人 骗这些高中生 会死人的 打仗不是开玩笑 不是儿戏 你真的这样搞 人家这个解放军 他既然这个演习 他随时演习 有可能转成正式的军事行动 那这一些跟你签什么志愿书的 什么40万民兵 随时就真的要上了 你真的不要骗老百姓 好不好 你把这话讲明 OK 抗中保台可以 一边一国可以 但是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如果台湾人愿意 那我们一起承担 如果台湾人怕 那就该怎么讲 该认的就认 该这什么 该面对的就面对 就是这样 好来 我们今天那个雪珍姐姐又来了 念一下阿德斗内 好 来谢谢这个丁雪珍 姐姐团来了 谢谢姐姐团 谢谢丁雪珍姐姐 谢谢谢谢你 然后我们刚刚有一开始 先开了一个投票 我们要来看看大家的想法吗 好来 你说 好那我们刚开的第一题是 解放军突然发这个联合利剑逼来围台 他的目的到底是为何呢 第一个选项是这个震慑赖清德 不满近其他的多次谈话 第二个选项是暗示即将开打 第三个选项是单纯的军演 想要展示他们的军事实力 那选择最多的是这个震慑赖清德 超过半数有53% 那暗示即将开打26% 然后19%是选这个单纯军演比较少 嗯 好OK 你说最高比例的是哪一个 震慑赖清德 战色赖清德 好来 呃 2024联合利剑逼之前 昨天嘛解放军东部战区 有一个整歌代弹 呃整歌代弹的这个 这个短片啊 还有海报出来 那整歌代弹的那个弹 它是一个台湾 来我来 我来直接来打一下 整歌代弹 没有换输入吧 好我知道 好那在杰克寻找的时候 我们有开了第二题的投票 我来念一下哦 大家记得到这个聊天室 投下你的一票 那我们的第二题就是延续 刚刚杰克说的 目前这个共军突袭 来围台军演哦 那你认为台湾应该如何应对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坐下来谈嘛 两岸和平难道不好吗 第二个就是持续的僵持 那就维持现状就好咯 第三个当然一定要抗中保台嘛 然后现在高中生都要签这个 附近同音书去当民兵 那目前呢我们投票五分钟 持续开放大家的投票 那杰克就先讲一下这个 整歌代弹的事 好大家来看啊 这个是东部战区昨天发放的 这个整歌代弹的哦 它是这个影片 然后最后是整歌代弹 最后的这个弹 它是先台湾先出现 画了一个圈啊 整歌代弹 很明显就是把台湾包围起来 那今天呢就是联合力建2024必要 那它意思就是很清楚了 就是针对台湾就是采取 唐华奖的蟒蛇战术 我想我们的这个唐华总司令 讲了个大实话 不知道他现在可安豪佛 好来 那今天呢这个整歌代弹出来了 很多网友就开始在意测意想 那到底整歌代弹整歌代弹 那是不是代表 这个解放军发出了什么讯号 就是哎 2025年的元旦 是不是就要开始出兵了 整歌代弹的弹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大家就会有很多 网友就会有很多的意测跟猜想 那我个人觉得 不一定有什么时间点的概念 但是他意向的概念非常非常的清晰 也就是把台湾给包起来 用这种包围的战术 就如同联合力建2024的这个意向一样 对台湾所有的对外的这个港口 封锁 那你台湾能够怎么应对呢 好来那个制作人 我要开下一个这个投票 你先帮我把这个投票念出来 好 好那我们要开下一个投票之前呢 我们就来公布一下 刚刚第二题 台湾该怎么应对 其实呢选择的地方三个答案呢 有两个都蛮多人选择 首先有46%的人认为 应该就是坐下来谈 两岸就应该要和平嘛 那另外一个超过半数 有51% 其实跟这个坐下来谈没有差多少 他们认为应该都要抗中保台 那高中生就是签这个福建同意书 都去当民兵 那选择持续僵持就是维持现状的只有3% 嗯好 好来这个 我接下来要那个 做的这个投票 就是跟这个整个代弹有关系的 好就是整个代弹 它的这个弹就是很明显 就是一个台湾 然后把它包起来 有人说这个是明年元旦的意思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时间点的含义 哈喽大家好 感谢收看我们二台用心制播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也请给我们点鼓励 帮我们按下订阅加分享吧 并可以在每周一至周五同一个时间 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哦 现在我想要来分享一个我很爱用的产品 就是中天保养品牌KES 推出的新品 KE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它的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枣之翠 能防御环境里3C商品及各种光源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还添加黄金海藻成分 帮助肌肤维持年轻 这支KE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无论是我的日常外出或是海边都是必备的啦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选择这支KES Royal Care皇家呵护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防晒隔离一次解决 抗光动力一停就搞定 你的保养日常就叫KES吧 一定会有朋友会问 这支擦起来会不会黏黏的 放心 这支KE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擦起来非常的清爽 不含香料 儿童 孕妇 全家人都可以使用 呵护您也呵护全家人 快到快点购下单 记得输入推荐码852 会有更多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